战国时 把他交给宠妃后 这才让宠妃搞定秦王 准备过两天放田文回国 田文大喜过望 哪里甘等两天呀 趁夜一路就跑到了寒谷关 一到关口才想起 这寒谷关是鸡鸣 上班开门 天还没亮 哪来的鸡鸣啊 这可丑死田文一帮子人了 突然一神鸡鸣 引到寒谷关内所有的鸡 都咕咕对 城门应声而开 田文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是自己的另一个马仔 学公鸡叫 来了一嗓子 看来马仔多 还是有好处的吗